前一段婚姻我也受伤很大 其实我交往了三年的男朋友 我才知道他在家里订婚了 不是家里订婚了 然后我们是在青岛上搬认识的 交往三年了 后来我父母知道了 然后交往三年了 你应该去往男方家去看看 之前他一直没人往他家去看看 我觉得一个女孩如果提出来去的话也不好 到后来父母这么说了 我就去了 我就肯定要求我男朋友带我去 结果他去了 然后后来带到家以后 他父母说 你不知道他那个订婚了吗 我当时就懵了 后来我回到青岛 我要和我男朋友分手吗 他是一定会处理好这件事的 当时我其实交往了三年了 我也舍不得放弃 我就在青岛等着他 他把这件事处理好了 他就回来了 然后之后我们也过了一段时间 就结婚了 对 为什么离的呢 我结婚以后我发现他 就是还是那么多谎言 经常和一些异性朋友 就是打电话的聊天干嘛的 时间长了 我们就必须这些小时经常吵架 行 听明白了 你这次是真想分手 还是假想分手 我想分手 我觉得前一次我毕竟伤害那么大 然后这次他 然后我跟他说了 然后他还是这样觉得气不过气 才找我麻烦 其实我之前这么对他就是听到这件事的时候 我确实很生气 我是想让他也尝试一下就是被欺骗的感觉 但是现在冷静下来了 我也想就是他除了这件事对我隐瞒了 其他的对我都很好 然后特别是在我生病的时候 他非常细心地照顾我 我希望你能原谅我 你现在静下来了 以后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可能你会 我当心他会时不时提起这事 我觉得很影响我们以后在一起 好 明白了 那老师们 你们看看这对情侣应该何去何从呢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赵老师 讲一点我的经历 作为女性我的经历 我跟我先生在一起的时候 开始的时候 她也有一点你这样 就比如说我让她不开心了 因为你让我不开心了 所以之后我两三天会有一个做得不好的行为 就是她觉得我是让你不舒服 因为你之前这样让我不舒服了 那回过头来看 的确有一些地方 第一个人会做得不好 但是如果你肯坐下来 开诚不恭地去聊 我觉得两个人都能共同去找出一个 彼此都能够接受的方式 但是伤害是不可以的 那所以之后呢 我跟我老公 我们两个就 因为我们坐下来好好的沟通 所以我们现在形成了一种默契 就是有任何不舒服 都不是说我马上采取行为 而是找一个合适的时间 在过夜之前就坐下来 把这件事说清楚 因为只要能沟通 只要愿意用心去体谅对方 一定可以寻找出一个 能够一起走下去的方式 我觉得你们应该想一件事 就是你在遇到每一次不开心的时候 你第一件要想的是 我是想跟她继续走下去 还是要分手 我是想跟她继续走下去 好 当你想好了说我要跟她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专心去做那些 能够帮助你们在一起的事 赌气 发脾气 做很多这种报复性行为 都是没有办法让你们在一起的 只要你想清楚说 我爱这个女孩子 我要跟她在一起 其实你就能够去选择 做那些帮助你们一起走下去的事 你们现在都是太考虑自己了 考虑自己是不能成长的 可能我还是希望相爱的人 或者曾经相爱的人 能够彼此再给对方一个机会 感情有的时候就是再坚持一下 不管你们能不能够走到一起 我都希望你们能够在曾经的感情之中 有成长的空间 有成长的机会 希望你们越来越好 好 谢谢张老师 黄红秋 小李啊 你是个化妆师 有很多地方我们是不能自我化妆的 也有很多事情 我们可以瞒过一阵子 瞒不过一辈子 结婚离婚 你是一个受害者 但是有了新的男朋友 你不告诉他 在他眼里可能不是简单的隐瞒 可能就有欺骗的成分了 我也听得很清楚 你是受过伤的 你是痛过的 你是更应该知道别人会有多痛 但是我也理解 他为什么要隐瞒 他很刻意的把自己很多事情 不愿意告诉这个男人 因为他喜欢这个男人 他怕他知道以后 两个人就一刀两断了 你就怕失去他 对 我害怕他离开我 这个是他的本因 所以我们经常说 有一些隐瞒 有一些欺骗是善意的 善意的成分是有的 但是这样核心的问题 是不能隐瞒的 你呢 确实是伤了他的至尊 他确实做的不对 他也已经向你 表明了自己 为什么 你可以选择分手 你可以选择继续 但你不能选择报复 他这样做 作为一个男人很不地道 我分明看到你内心 有一条阴沟 里面有污水 而且这条阴沟 有时候会堵 有时候会疏通 你今天是疏通了 保不定 你明天又堵上了 所以如果你和他结了婚 那这条阴沟当中的污水 不知道哪一天又开砸了 哪一天又堵了 所以姑娘 长痛不如短痛 好 谢谢伯红兄的坦诚 谢谢 换来